49岁男子心梗离世 医生感叹 他有三次救命机会 可惜都错过了 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 2022中的数据显示 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患者3.3亿 每年发生急性心梗的患者数量 约有100万人次 换算一下 平均每三秒就有一个心梗发生 每三位没有得到及时救治的心梗患者中 就有一个死亡 死亡率高达30%以上 有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心梗患者 在心原性猝死前的一个月就曾有过症状 而且还有九成患者 在猝死前的24小时出现症状 但最后叫救护车的患者却只有19% 心血管王医生就曾刊文分享过一个典型的病例 患者心梗发作前 身体曾经给过三次机会 但他并没有引起警惕 最终因心肌梗死导致的心原性休克而离世 一男子心梗离世前曾有三次救命机会 可惜被他忽视了 你们赶快手术赶紧要放支架救人啊 急诊室里家属激动的呼喊着 今年45岁的梁先生 两个月前就老是在活动之后 胸部烟部不舒服 尤其是上楼梯和追着公交车跑的时候 情况更明显 但走路慢的时候就没感觉了 于是他就没太当回事 日常尽量避免走路速度快 相安无事的过了几天 这其实是心梗发作前的第一次信号 很快 梁先生发现自己慢慢走也避免不了凶闷憋气 但每次发作只有几分钟时间 在发作当下他想着赶紧去医院 但恢复之后又觉得没啥大问题 如此循环 梁先生最终还是一拖再拖 没有去医院 这是心梗发作前给他的第二次信号 心梗发生当天 梁先生吃完午饭后出现了胸闷憋气 胸痛出汗的症状 但他依旧没有选择去医院 而是吃了点心脏病的要去卧床休息了 期间症状一直没有缓解 他就硬生生的忍住 这是第三次机会 如果这时梁先生去了医院 或许就不会离世 但一直到了晚上十点 他准备起身上厕所时 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 妻子这才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 去往医院的途中 梁先生已经神志不清了 在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心梗 但他来得太晚了 尽管医生已经全力抢救 依旧没能挽回生命 因为他距离最早发病已经过去了六个小时时间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 其实梁先生两个月前身上出现的症状 就是典型的心脚痛症状 但他一直没有当回事 在之前出现症状的任何一次机会 如果他及时就医 就可以及时遏制病情发展 预防心梗发生 二 心梗发作前有一个典型症状 别不当一回事 心梗是指冠状动脉急性 持续性缺血缺氧导致的心肌坏死 主要以急性持续性心肌缺血 坏死为特征 心梗的症状有很多 但最典型的是胸痛 胸痛出现的范围很大 往往会在心前区 胸骨后一片区域出现 但又无法明确自己疼痛的部位在何处 心梗的痛是属于内脏痛 多表现为闷痛 压榨性疼痛 很难描述 但又让人有一种冰死感 一般心脚痛 心梗的疼痛会在持续几分钟后缓解 这是心肌缺血解除的信号 部分患者胸痛会持续30分钟以上 这说明已经发展成了心梗 这时候就应该立刻去医院检查 除了胸痛这一点型症状 心梗还有一些不常见的症状 北京大学人民医生心内科刘健教授 总结了心梗来临前 有四种症状未尝到反应 部分患者是以恶心 呕吐腹泻等症状就诊 随后被查出心梗 胸闷胸痛突发持续时间15分钟的胸痛 表现为胸部闷胀压榨颈迫 一些发生过心脚痛的患者 症状持续时间会更长 非典型症状 一些患者在发生心梗时 疼痛感会向左肩 左腋下 左上肢 颈部 咽喉 后背 上腹部等处放射 还可能会引起异常的牙痛症状出现 伴随症状 在出现上述的症状时 患者身上往往还会有烦躁不安 恐惧 冰死感 大汗淋漓等症状 三 硝酸甘油 塑效救心丸 阿斯匹林 该怎么用 很多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都会随身带着硝酸甘油 塑效救心丸和阿斯匹林这些常用药物 关键时候吃上几粒 或许就能挽回生命 但这三种药分别适用于什么情况 要怎么用 一 硝酸甘油 硝酸甘油可快速缓解心脚痛 适用于已经确诊关心病的患者 关心病患者在出现憋气 胸闷 胸痛等症状时 可服用硝酸甘油缓解 一般含浮一片后的一到三分钟症状即可缓解 如果症状不明显的话 可在五到十分钟后再含浮一片 但如果连续服用三片依旧无法缓解症状 则要及时就医进行相关诊治 二 塑效救心丸 塑效救心丸可预防心肌缺血 保护心脏 降低血液粘稠度 对于防治心血管疾病有很大作用 建议再出现胸闷 心前驱不适 左肩酸神等症状时含浮塑效救心丸 一般服药后几分钟症状即可缓解 可有效预防猝死 急性心梗发作时 服用塑效救心丸要先从小剂量开始服用 一般先含浮四粒放在舌尖下 也可以适当嚼碎后含浮舌下 加快药物起效 效果不明显可在十分钟后再次含浮四到六粒 此时依旧无法缓解症状的话 则要及时就医 三 阿斯匹林 阿斯匹林可以抗血小板凝集 临床上多用于心血管疾病的一级二级防治 适用于大部分罹患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患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 每天一般按时服用一百毫克阿斯匹林即可 但当出现紧急情况时身边又没有硝酸甘油或塑效救心丸 阿斯匹林也可以作为急救但剂量是三百毫克 而且不能用水送服是要立刻嚼碎服用 加快药物效果 不过服用阿斯匹林作为急救也具有很大的风险 心梗发作时不建议随意服用 除非身边有医护人员的指导 三种药物用三句话来总结就是 阿斯匹林主要作用为防治 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 塑效救心丸作用为应急 适用于关心病高危人群随身携带 硝酸甘油主要在急救时使用 关键时可以救命 延伸心梗发作时切记四件事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新内科主任葛军波提醒 一旦怀疑心梗发作 一定要做好以下四件事 一是发现患者后不可随意搬动 要让其就地平躺或坐下 二是立刻拨打120急救电话 不建议自驾或打车去医院 三是要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服用药物 如有关心病病史怀疑心梗时可服用硝酸甘油 阿斯匹林 但如果不清楚病史的话 则不要盲目服药 四是合理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不建议对还有心跳和呼吸的患者进行心肺复苏 心梗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 日常药都关注身体表现 发现异常及时就医 避免延误最佳的治疗时机 请不吝点赞订阅